肖战以他卓越的演技而备受关注,这也难怪他能够在演艺界长期红红火火。 最近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娇阳伴我》吸引了大批观众,其中肖战的表演更是备受赞誉。 他不仅在戏中出色地扮演了角色圣阳,还在采访中详细叙述了圣阳与剪冰之间情感的起起伏伏,使观众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角色。 这种深入的探讨和剖析使人不得不感叹他的专业精神和演技的高超。 肖战在采访中提到,他给了当时的圣阳一些力量,一个指引,成为了他的一束光。 这一句话不仅展示了他对剧本和角色的深刻理解,还让人感受到他的用心与投入。 他的演技之所以出色,正是因为他不断琢磨和解读角色,使之更加真实动人。 作为一名演员,肖战从不妥协,对剧本和角色的认真琢磨和解读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他始终相信演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在娇阳伴我中,观众能够感受到他将一部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到角色的演绎中,使角色更加贴近生活,这也是他的表演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之一。 肖战还提到了他与角色盛阳的相似之处,称盛阳是一个遇到问题就会积极解决,不置疑不犹豫,为实现理想一直努力奋斗的人。 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正是肖战与盛阳的共通之处。 肖战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专业精神使他的表演更加真实和生动,也鼓舞了观众。 观众之所以对他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还因为他成功地将盛阳这个角色打造成了一个充满感染力和号召力的人物。 盛阳的坚韧自律特质,灿烂的笑脸和纯粹的性格都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肖战的表演实力备受赞誉,成为观众心目中的一束光。 肖战的绰号战歌已经深入人心,他是一个独立,不猜忌的演员,与观众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他被形容为一个与观众配素相同的人,与观众一起前进。 观众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的演技将继续为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肖战在演艺事业中地位不可动摇,他的演技能力备受称赞,角色充满感染力,吸引着观众。 未来,肖战将继续前进,并塑造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他的未来演艺事业前景光明,他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不断成长和发展。 肖战的演技之所以备受称赞,原因众多,但最关键的在于他的专业精神和不懈的努力。 他通过认真琢磨和解读剧本和角色,将人物演艺的真实感人,成为观众心目中的一束光。 他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让他不断成长和发展,成为了演艺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从肖战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专业精神和认真对待工作是成功的基础。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有用心去做,才能获得出色的成绩。 其次,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克服困难和取得成功的关键。 肖战在演艺事业中的坚持不懈和对理想的追求,都是我们可以效仿的榜样。 最后,与观众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和保持真诚的态度是取得观众认可的重要因素。 肖战的绰号战歌正是因为他与观众之间的亲近,他与观众一起前进,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最后,对于观众,我们应该学习欣赏和支持那些用心付出的演员和艺术家。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值得我们的尊敬和鼓励。 同时,肖战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不论面临多大的挑战,只要拥有坚韧和热情,就能够战胜一切。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肖战的表演中,观众找到了鼓舞和激励,他的演技备受赞誉,这也鼓舞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用心投入到我们所热爱的事业中。 希望我们能够像肖战一样,坚持不懈,不断前进,创造更多的成功故事。 愿我们都能在人生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光芒,成为他人心目中的一束光,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希望。 正荡然的导演感慨万分,对王一博充满了夸赞之情。 这部宣传片是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而制作,一直备受期待。 宣传照片中,王一博穿越古代和现代的装扮碰撞,已经引发了众多期待。 如今,正片终于发布,让网友们终于可以一睹宣传片的真实面貌。 宣传片一开始,王一博身穿宋戴服饰,出现在一个美丽的庄园中。 他坐在书桌前,拿起毛笔开始绘画。 这个庄园实际上是杭州西西国家湿地公园,一场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尽收眼底。 画作完成后,画面切换到灵影寺,王一博在香烟缭绕中昏昏欲睡,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状态。 在梦中,他看到了女子起舞,西湖断桥上的舞者以及雷锋塔下的街舞表演。 在正荡然的字样出现时,每个场景都呈现出舞者们精彩的时刻。 然后,古代装扮的王一博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变身为现代装。 王一博站在整个舞台的中心,与团队一起跳舞,动作协调一致,伴随着音乐起舞。 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舞蹈已完美地结束姿势结束。 然而,这一切都是王一博的梦境。 当他醒来时,他仍穿着现代服装,周围是说着外语的人们。 他被亚运会吉祥物引领,前往拱束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 作为一名志愿者,热情地接待来自外国的游客,为宣传杭州亚运会霹雳舞的闭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网友们看到正荡然的宣传片后,都不禁感叹这部作品的出色。 导演在发文中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感谢了与王一博的合作。 这部宣传片被定位为一部公益片,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为他不计成本的付出了支持,其中最大的贡献者之一就是王一博。 尽管预算有限,叙事手法受到限制,但导演一度担忧,制作不能如愿进行。 然而,王一博仍然愿意免费出演,并积极协助导演组完成舞蹈配乐。 他还通过工作室联系了导演组,推荐了编舞师,参与了配乐的选择,为整个项目的成功出演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通过导演的发文,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博在这部宣传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尽管他是一位备受欢迎的顶级艺人,但他没有计较出场费,表现出专业和合作精神。 导演在正片发布后特地感谢了王一博,称赞他为杰出的演员。 王一博的默默付出,实事求是的态度让他备受喜爱,不仅在这次合作中受到导演的夸赞,而且在多次合作中也备受认可。 王一博的优秀演技和专业素养使他成为宣传片的一大亮点,他不仅备受粉丝喜爱,还赢得了导演和制作团队的尊重和信任。 这篇发文表达了导演对王一博的赞誉之情,也为王一博的出色表现而欢呼。 王一博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的卓越才华,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演员,值得我们的关注和喜欢。 通过观看王一博在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宣传片中的出色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教学和信息, 以及向观众传达一些深刻的信息。 首先,王一博的表现展示了专业和合作精神的力量。 作为一位备受欢迎的顶级演员,他没有计较出场费,愿意为一部公益片付出努力,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计回报,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事业而努力,是一种高尚的品质。 其次,王一博的默默努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效仿的。 他不仅在舞蹈和演技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还在合作中得到导演的夸赞。 这表明,只有通过真实的努力和实际的行动,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最重要的是,这部宣传片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合作和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无论预算有多有限,叙事手法有多受限制,只要团队成员都愿意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就能完成出色的工作。 这是一种向观众传达的重要信息,鼓励大家在团队合作中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共同的目标。 最后,我们要向观众传达的信息是,尊重和信任是成功的关键。 导演感谢王一博的合作和贡献,这是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专业素养。 这强调了在任何合作中,尊重和信任都是建立强大团队的基础,同时也要珍惜每个人的贡献。 总之,王一博在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宣传片中的经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教学和信息。 通过他的努力、专业和合作,以及团队的共同努力,成功得以实现。 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态度和精神,尊重合作伙伴,珍惜每个人的贡献,相信团队的力量,共同创造出更多伟大的作品。